继续我们带您看到全台湾最大的地主国泰人寿 现在他们不动产投资的目标转进了仓储用地 第一个投资的地点在新北市的瑞芳 国寿跟物流业合作要打造一个占地15万坪的物流中心 里头要专放顶级的进口商品 他们还号称叫LV旗舰级的仓储 到底里头储存了哪些高档货品 你快来看看 现在在我两边的都是顶级的酒类 这里是全台最大的物流仓储 占地6000多瓶存放的东西价值18亿元 堪称是全台价值最高的仓库 专收高档进口商品 包括Johnny Walker 人头马 粉红香槟 喜宝 婴儿食品 还有所有你能想到的菲利普家电 甚至是一瓶价值600万的60年威士忌 不过这里的贵客不止如此 彭隆隆马达声是冷气机不停运作 这间VIP仓储温度必须控制在14到16度之间 还得随时监控湿度 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刚从基隆港运送来的顶级巧克力 只要温差3度以上 巧克力就会变形 这里一共可以存放50万盒 这样的庞大规模也让全台最大地主国泰人寿向众投资 请把相对活血注入 由国泰金控第三代接班人国寿副总蔡宗和领军 正式宣布和物流业合作就是看准3%到4%的高投报率 我们结合了国泰人寿超过50年在不动产投资 规划设计的努力跟经验 国寿目前已经砸下60亿 取得瑞芳14.9万坪土地 建地8万坪 之后将和物流业者合作 计划5年内要完成瑞芳物流中心 打造10间LV等级的旗舰级仓库 三列圈林松鼻丁心眼看不到 三列圈林松鼻丁心眼看不到